我们来继续聊下去 我们刚刚有提到呢 我们可以从命组命格呢 来看到我们每一个人 非常重要的基本体系 但刚刚有提到 我们整个人的组成呢 不是单一性 它是一种多元组合性 甚至在这种多元组合性里面呢 最早的 我们这个精神医学的 启蒙佛洛伊德 他甚至谈到了 我们人会有三个我来组成 本我 自我 跟超我 那我们台北市场的科教授 他就直接解释 本我叫受性 自我叫人性 超我 叫神性 所以我们人的整个行为观念呢 注意 是多元组合非单一 你不能讲说 我的本命个性 人水 就像大河大海 然后命格正观 那我就把人水跟正观的特质把它加起来 那我要去了解 它有什么样的优点 它有什么缺点 但还不是那么单纯 因为 我们刚才谈到了主跟夫的概念 所以我们第一个最重要的主席性 的确是由命主加命格 人水加正观 这两个来做判断 但还要去看到什么 各个工位的星数 刚刚提到那个 事业工啦 夫妻工啦 子女工啦 包括你大运 还有每五年 每十年的大运 这些工位的星数 会不会产生 对你这个主要行性的影响 那这种影响呢 最容易应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遇到的一句话 有没有听过 唯母则刚 就是说 妈妈本身 她叫正义 那妈妈是代表正义 那正义是不是非常的温柔善良 会去跟人家争 会去跟人家争 会去跟人家强吗 不会 那永远是成功 就是说 那个男人背后 那一个完全莫不作生的鬼大女 可是 当他今天面临了一个困境的时候 可能他的小孩 就掉到水里去了 他可能连游泳都不会游泳 但是他会不会很坚强的 跳下去把他救起来 这叫唯母之甲 也就是说 你一个原本个性很柔弱的人 就是比喻到很多人 假设他有这种特质 但是 他有没有可能在其他的工作 他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 他会变得很刚硬 很坚强 甚至呢 他还会受到一个很强烈的影响 叫做忘心 慢慢跟各位谈到忘衰的变化 进来咯 忘衰精重一直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运算核心 那什么叫忘 你有多个 什么叫多个 同样的心数有两个以上 都很简单嘛 那就是忘 好 再来你有背身 什么叫背身 木火土金水 财官应 结比喪食 好 这样也会让你变化 那什么叫帅 礼贝克 这我们在下一堂课 天堂的更加的详细 或是你去生人家 什么叫生人家 爸妈生了儿女 要给儿女钱 要来照顾他 所以你看 你爸妈的钱不就 类似像泄气 一直在供养儿女嘛 所以人家不是统计过 有一个儿子到大学 甚至毕业的话 搞不好要不要花 要不要花300万400万 想一想可能都不止 是不是 好 所以呢 忘衰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在看整个命盘的结构的时候 永远都不能够离开 往衰 好 我们来看一个基本的 讲的这一个德学 好 假设 有一个女命 好 我们说她是女 她的命主是冷水 冷水就是大和大海 那我们发现了 这个命格是正官 对不对 请问这个正官是万还是衰 我告诉你她有两个 那我们说正官是法官 好 那这个格局 请问会不会读书 铁定会读书 然后 所谓自我打理性 假不假 很可能呢 她在读这个 幼稚园国小的时候呢 搞不好就当班长 搞不好呢 每天就自己起床 穿衣服 这个爸妈 妈妈要帮她 准备早餐 可能不用 搞不好孩子她起来帮 家人准备早餐 有没有可能 这是正官的特质 而且她正正官 假不假 她在学校的表现 一直到事业 工作的表现 会不会一直都是当一个 舍我取谁 这个事情我来做 而且我愿意去学 愿意去做 所以正官讲 好 正官讲 她又是人水 那人水代表什么 大和大 那大和大有什么优点 我常常讲 团队的优缺点的话 三个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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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请告诉我 人水 三个优点 有哪三个 第一 水最大的优点 是不是叫 融合配合性很佳 了解吗 它装在什么容器 都可以来配合你 第二个最大的优点 它的包容学习性 强不强 海纳百川 好 再第三个优点 因为它的融合性 学习性很强 它会不会执着 只变得也比较不会那么执着 好 这是三个很重要的优点 来请告诉我 三个缺点 来三个缺点 第二 你觉得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因为水会不会到处流到流去 所以心性不不肯定 所以最大的缺点就是心性不稳定 懂了吗 好 第二个缺点是什么 一样有心性不稳定 延伸出来 它可能对工作 对未来人生发展方向 或是对事业 它也很容易产生一些 不稳定的满航感 好 那我们在学习三个优点 三个缺点之后 我会建议各位 用一个排行榜跟比较榜来学习 你就很容易懂 好 我们现在来比较冷水跟甲木 好 甲木是大树 那你要想想看 这个大树的优点有哪些 它有没有很刚讲 我这个树要怎么长就怎么长 那水是不是会流来流去 好 那相对于它流去一点 甲木会不会有迷失方向的问题 那冷水会不会有迷失方向的问题 知道吗 那 我们在讲它的缺点 甲木跟人水比起来的话 它在这种跟人家的互动性 协调性 融合性 请问哪一个比较强 人水强还是甲木强 是不是人水强 知道吗 所以如果你要找人家去担裁判 去跟人家谈交易 做一个业务高手的话 找人水还是找甲木 要找人水 知道吗 所以你把这两个互相比较一下 把它都可以掌握住它 它们有点缺点 习性上的问题 好 那我们再来等到 那冷水加振观呢 我们刚才讲 冷水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缺点是什么 是不是比较不稳定 发展的习性方向不确定 可是正观呢 正观给人家的感觉 是不是非常的正气隐瞒 我该读书我就读书 我该做事就做事 我该来面对 我该面对的责任我就去面对 那当你把人水跟正观这两个加甲的时候 你发现 那正观有没有两个缺点 是不是也有 然后我请问你 当人水加正观的时候 它们彼此这两个有缺点 是 是 请问是毛毛路薄 还是毛肉冲突 冷水的有缺点 跟正观的有缺点 请问是 融合护股 还是毛盾冲突 来 那人是毛盾冲突的 请记得 毛盾冲突 那人是融合护股的 请记得 请记得 這就是你在學習的過程當中 你要不要去體會 冷水的優點有哪三個 缺點有哪三個 相對的正觀的優點有哪三個 缺點有哪三個 他們彼此的優缺點 冷水最大的優點就是調和頂納 那我請問各位 正觀最大的缺點就是什麼 固執難缺點 我講什麼就是什麼 懂嗎 那請問他的優點有沒有去補到 冷水的優點沒有補到正觀的缺點 我再做一個比較 你馬上就答 如果我們今天不是談冷水正觀 如果這個人是目睹正觀 目睹正觀 目睹正觀 來 飄好相處 冷水正觀還是目睹正觀 我可以跟你講 正觀是不是偷看 這麼旺對不對 這種人都很難相處 懂嗎 因為他就是正氣理 做事情就一百億了 動動在跟你講原則講規矩 但是冷水的人會稍微怎麼樣 通勤達人一點 因為冷水有一個很大的優點就是 容易跟你互動協調 那如果是霧主呢 在十個天竿裡面 霧主是個失動 容易不容易協調 不容易協調 你就比較了 所以要不要三個比較好 如果你是霧主正觀的話 我看你怎麼跟他互動 所以霧主正觀 會不會很容易形成 我們說正觀是叫法官 所以有一些叫恐龍法官 懂嗎 什麼叫恐龍法官 我記得那個 有一個叫鐵路殺警事件 那個人有沒有 好像第一神還是第二神 被那個法官判入罪 為什麼 因為那個法官就是 請他去做了很多 有沒有精神鑑定 那個精神鑑定出來的報告 是說他有精神病 那法官就直接 你竟然有精神病 所以殺人是無罪 懂嗎 但是要另外接受什麼 精神方面的治療 哇 有沒有 當然這樣就華然了 那是不是 我現在吸毒 我現在說有精神病 我去殺你前家 你也說我無罪 懂嗎 但是你說這個法官 他有錯沒錯 你不能說他有錯 因為他是一切按照 他所取的這個法律 是不是 哇 真的還延伸什麼 人家這個國際的啦 什麼人權的啦 人家法官就有精神鑑定啊 不然你請這個精神科的醫生 你不要給他 鑑定說他的精神病 我就判他 我殺人罪 了解嗎 那如果是人水正官 他就要去考量 嘿我這下子 跟他弄了一個什麼 精神病殺人罪的話 那會不會 考慮到很多的這個 叫海納百川有沒有 那百川的概念會進來了 他會不會去問問看別人的 意見想法怎麼樣 他會聽看別人怎麼說 哇如果這個引擎 輿論這麼華然的話 那我考慮一下 他會不會去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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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要去體會 每一個人的優點跟缺點的過程當中 從習性的概念 沒有人是完美 每一個人一定都有你的優缺點 你要知道你的優缺點 到底是優點被強化 還是優點被減掉 像悟土的缺點跟正官的缺點 這兩個缺點是不是被強化了 那你就固執到不行了 到十五化 那變狂的法官 那究竟不是一個好現象 那他很可能會怎麼樣 超級會讀書的 懂嗎 但那些似乎不懂 那你就來看你的缺點 有沒有跟另外一個的優點 被他給迷惑 然後去判斷出呢 你這個奇性上的組合呢 那是優點比較多 還是缺點比較多 然後我們就談到所謂 旺衰多什麼 就是互動比例了 那最糟糕的還有一種現象 就是什麼 我也曾經說對我的案例 這不是正官嗎 這個哪裡有個正官 這個哪裡有個正官 這個拿來有個正官 這邊正官是沒有兩個 那邊正魘社員 這根正魘社員 好 那我们就体会一下 正义的特质是不是非常的刚毅命难 很多事情要不要按规矩来 那正义呢 正义叫妈妈 那妈妈最大的优点就是什么 善良 温柔 容易协调 那缺点呢 来想想看 妈妈有什么缺点 妈妈最大的缺点就是不理性 太感性 结果我这边正官的刚直 遇到这边两个正义 这边一个爸爸 这边一个夫妻公的正义 那你说这种人的格局 会不会让有人来走所谓的夫人路线 懂吗 就是我在事情 我就是一个大老板 我就是一个长官 所有的事情按规矩来 结果我现在回去 我老婆跟我讲 哎呀 这个谁来拜托我 他如何如何如何 你要破格如何如何 他听不听 他就会听了 那这时候你看正官跟正义 在整个习心上 请问是融合还是冲突 懂吗 这时候问题就产生了 这个算是还好的 夜观跟夜是相生 那如果来个上官 或是来个借财 或是来个借财 我告诉你这种现象就是怎么样 你正官不收钱 你老婆 你妈妈帮你当拜托套 再帮你收钱 懂吗 甚至你很可能会因为 你老婆的关系 或是因为你父母的关系 你不得不去收钱 请问这样这时候 人格分裂有没有产生呢 懂吗 所以印了一句话 好人会不会永远做好事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一堂课 要以这一个很实际的 要去了解你的习性 它不是单一性 从命组跟命格的组合 在当地整个命局里面 跟妄心会产生的干扰影响 就会让人整个的习性个性 变得不是那么样的单一一定 甚至更严重会产生人格分裂 那至于怎么样的人格分裂是什么样的案例呢 我们在接下来几堂课呢 还会有更多的实际案例呢 慢慢来跟各位做解说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 就先聊到这里了 好 我们先下课休息了